等不到道歉 王心凌念旧情 猶豫提告姚元昊 我一定會結婚 我希望給她一個驚喜吧 咧 過去交往甜蜜的點滴 莉莉在目 但姚王分手後 連朋友都快當不成啦 姚元昊恐怕得為一時興起 而拍下王心凌的私密照 吃上官司 但姚元昊卻透過經紀公司表示 這些照片 王心凌也都看過 絕非偷拍 也會和網路警察配合 找出外洩者 給王心凌一個負責 不過姚元昊你首先要做的 應該是給王心凌一個道歉吧 王心凌的友人透露事發至今 姚元昊都沒有向王心凌道歉 而且還發聲明撇清責任 讓王心凌行回憶冷 提告的態度從猶豫 似乎轉變為勢在必行 我覺得大家不要這麼積極的 去報導以及討論 就是 保護女孩子一個很基本的 把握心凌 把握心凌很基本的一個方式嘛 西底就這麼巧 當時曾哭著說 心真的好像被那個美工刀 再一筆一筆的 再繼續的割著 對姚元昊就愛隨堂 在王心凌私密照案發隔天 出席記者會 歷挺其日 他眼中的美工刀 取了東京文 我要是航星 報導